咸蛋黄含有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盖磷铁等一样成分 具有保护肝脏、健脑移植、延缓衰老的功效 茄子含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、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 有清热解暑、消中止痛的作用 那么今天蛋壳就来教你一道好吃的咸蛋黄茄子 做法是洗净的茄子滚刀切块 洗好的红椒茄丝改切成定 用刀将熟咸蛋黄压扁,剁成泥 热锅助油烧至六成熟,倒入茄子 油炸约一分钟至微黄色 关火将炸好的茄子捞出沥干油 装入盘中备用 用油起锅倒入熟咸蛋黄 加入盐、鸡粉 翻炒片刻时期入味 放入红椒、茄子 翻炒约一分钟至熟 关火后将炸好的茄子盛出,装入盘中 放上红椒,螺雷叶装饰就可以了 你们还有什么茄子好吃的做法吗? 不妨留言与我们一起分享吧